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独一无二 独一无二的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在疫情来临的情况底下 我相信今天对所有马来西亚的公民们都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因为我们在进行这MCO2.0 所以说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最好的安排 虽然我们整个新常态还有在疫情蔓延的袭击下 大家都在很紧张 很恐慌 以及在行动管制令的管制底下 大家都要去面对这样的一种新常态 马来西亚讲师协会所有的讲师们都愿意在这个时候可以站出来 透过一些的方式来给公众人士更多的这些的支持鼓励 还有更温暖的这种的表达的 我们说这个人患难见真情 那人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如果是有人愿意伸出这个援手来协助你的话 我相信他都是我们人生当中您应该找的贵人 今天我们非常开心 我们会从今天开始第一场我们的导读会 叫做独一无二 我们会从今天开始每一天早上的十点都会开播 我们会凝聚所有马来西亚讲师协会的精英们 然后每一天为你导读一本很有意义 启发这个人生的一本书 那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你们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link share出去 然后今天非常的期待 因为第一场到底是由谁来为我们掀开第一场的导读会呢 这个俗语说书中只有黄金物 书中只有言如意 我相信我们可以透过一本书去了解一个作者 他在过去可能他一生当中 他所有的精髓他的努力以及他的精华呢 都写在书里头 所以一本好多书啊 他足以改变人的一生 那今天呢我们这个话不多说 我们非常的荣幸跟这个激动 有请呢马来西亚讲师协会的 现任总会长刘永刚讲师呢 来到我们这个节目 我们能不能掌声鼓励 我们欢迎马来西亚讲师协会的总会长刘永刚讲师 好吗 掌声鼓励 掌声鼓励 好的他的严重性哦 我今天早上呢看到这一则新闻啊 他说这个我们的MCO2.0哦 这个管制令情况底下呢 每一天这个全马来西亚呢我们会亏损了10个亿哦 10个亿哇这个是非常夸张的事情哦 那虽然是这样子我们相信这个只要所有的这个人民上下呢 手牵手心连心我们还是可以度过这个难关的哦 肯定 好啊是 那永刚老师啊那你今天是要为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啊 来你应该不要这个来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嗯好 还要自我介绍 哈哈哈哈 那大家好 肯定有新朋友吗 是是是我是马来西亚讲师协会总会长刘永刚 那其实今天这一个呃我们讲的大马名师讲坛系列啊 是这个独一无二的这一个导读会呢 最主要是配合这个行管令2.0的 那我们都知道说这个行管令一旦开始的时候呢 而且也颁布了这个叫做呃叫做叫做 叫做紧急啊法令啊这个情况底下啊 那一颁布了之后呢 我相信有很多人可能也进行了居家工作啊啊 啊在照顾自己本身的健康的当额呢 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啊 一定要提升自己本身的知识 那么呢我们的讲师协会的副总会长 我们敬一老师呢 就马上有个想法 就觉得说哎 在这个时候呢 要不要让大家也不要荒废了这个时间 让大家能够真正的提升自己的知识 所以呢我们就做了这一个系列课程 然后每一天早上10点 我们都跟他见面 嗨大家好 哎呀我今天呢好忙啊 我虽然人在香港啊 真的好高兴啊 你是马来西亚港师协会人吗 港师协会的总会长 哦听我今天要推广我的书哦 是啊是啊 我重影这个电影界这么多年 真的我的心血全部都写了这本书 真的 是 我马来西亚都很多朋友的啊 怎么我没见过你呢 哦 说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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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身不是港师嘛 不好意思 OK 今天你 你要分享我本一本书啊 我写了很多本书哦 来 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要分享的是这本书了 OK 好好好 那用刚老师啊 你为什么会选择分享这本书呢 我在看跟你像不像这一本 有像吗 有像吗 人家说彼此大的话呢 很旺啊 所以呢 是是是 今年准备这样子过年啊 好好好 你就这样黏着 黏到过年了 OK 好像喘不到气的样子 是 好了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这本书 书名呢 就是成龙还没长大就老了 就就老了 这本书呢 其实他的主题呢 是很特别的啊 而且其实我在 这个其实在五年前 四年多前五年前啊 因为这本书的出版日期 那是2015年四月 那个时候呢 四年多前 我是在机场看到这一本书的 那我一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呢 顾名思义了 他这样子来写 基本上就叫做自传了 自传 所以当我一看到的时候呢 我觉得成龙是我的偶像 他几乎每一套戏 我都有看的 所以当他出这本书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不错了 当做回味他过去的一些故事 那我就买了这本书 那我在飞机上我就阅读了 在飞机上几乎都已经把全本书都看完了 字蛮多多的 里面 我都差不多看完了 那这本书里头呢 我买这本书的最主要目的是要了解说 成龙他本身的一个成功故事 到底是如何的 怎么样的情况底下 而让他坚持到今天 所以这本书我买了之后呢 绝对没有让我失望 这本书不是成龙亲手写的 这个作者呢 这名字叫做朱默 是一个女生 这个朱默呢 是在拍《十二生肖》的时候呢 跟随着成龙一起在片场 那个时候呢 就在成龙拍戏 有休息时间的时候呢 就一直采访他 跟上跟下 他也亲自看到成龙的为人 而这本书的写法呢 基本上他是以成龙第一人成的方式 就是说故事的方式 从他小了 然后慢慢长大 怎么样被爸爸送去学武 然后呢 再进入这一个 我们讲的电影圈里头呢 当这个武师 从武师里面慢慢的做替身 然后呢 在最后呢 成为了这个演员 然后最后他成功了 成功之后呢 也有一些感情事 包括了他本身 怎么对他的家人啊 对他孩子啊 所以这本书里面呢 都会可以说是 比较有诚意的一本书 因为他不管好的不好的 他都写得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呢 是值得推荐给大家去看的 我不晓得现在数据 还有没有这一本书 不过你可以去 可能搜寻一下吧 就是说成龙的这一本啊 还没长大 这本书名呢 最主要他为什么这样放呢 有原因的 因为呢 成龙在很年轻就已经成功了 他20多岁呢 他派了蛇行雕首之后呢 这一套戏呢 他就已经红了 所以那个时候呢 他觉得自己还是一个 可能五臭未干的小儿 他对很多人情事故呢 是不懂的 所以呢 当他本身一旦成龙之后 成龙之后呢 他变得很嚣张 他就变得觉得说 哇 自己变成一个有钱人 很有钱又有事又有名 所以他那个时候呢 可以说是目中无人的 所以他会觉得说 太早年轻 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对于人生来讲 一个很大的冲击 或者未必是一件好事呢 所以这本书里面呢 都会一一跟大家来分享的 所以呢 我也希望大家说 如果有机会买到这本书 你绝对可以去看看 成龙整个故事 他整个经历是怎么样的 好 敬一老师 哇 非常的棒哦 果然真的是书中 自有黄金物 那我相信成龙 给我们的印象呢 就是非常拼搏 然后真的是拍戏的时候 连命都不要 那你觉得说在整个书 你再去那个阅读的时候 而且在飞机上 那你这个里头 你这个有误触的什么 这个道理 就是说跟你本身的 现在所从事的行业 有相连 或者是说有 一个不同的启发的 有吗 有 那这本书里面 其实给我最大 启发的一个故事呢 就是其实我们会 对后悟作的一种感觉 因为他里面其中 讲他一个故事 就是当他派了蛇行雕塑之后 他那时候还没有红的 很多人都不认识谁是成龙 所以蛇行雕塑了 这就是那一个 然后呢 他本身就随着导演去买衣服 那个时候还没红的 那导演进去买衣服呢 成龙只能够在外面坐着等他 那在等他的当儿呢 那当然很无聊的嘛 你一个人坐在外面等 他就看到衣服好像很不错 他就走上前去看一些衣服 那看了之后呢 他觉得有一件衣服好像不错 蛮漂亮的 他就问那一个 我们讲的服务员 就问他说 这套衣服请问卖多少钱 那个服务员呢 就用一个白隔眼的方式 他干嘛呢 就是看不起他的 望着他就跟他讲说 你买不赔了 你买不起了 所以当然了 成龙真的是买不起了 所以他也不敢做什么 就回去位子那边 静静坐着等导演出来 那么蛇行雕塑之后呢 就上瘾了 四天的时间里面呢 让成龙本身知名度大深 成龙以为他只能够拿到呢 五万的一个片酬 哪里知道导演给了他五十万的片酬 所以他一拿到五十万的片酬的时候呢 他红了 有钱了 他带着二十个兄弟去回那一家服装店 然后找那个Sales哥出来 然后跟他讲 所有衣服 所有裤子 所有鞋子 全部拿出来 他全部要四穿 他四穿完了之后呢 然后就乱乱丢 跟他讲 这件我要 这件我不要 这件我要 这件我不要 丢到整地都是 然后那个服务员当然很怕咯 又有这样多兄弟 他又有钱了 所以呢 之后呢 他说 当他要的东西呢 他还要服务员帮他折好好 送去酒店给他 他说那一堆衣服呢 从来他没有穿过 也没有拆过来看 他讲 从这件事里头呢 他看回他年少轻狂的时候呢 他觉得当时 他是觉得 异性风发好像很好 但是呢 其实啊 他现在回想回去 他应该很想跟那个 女教授员呢 说声对不起的 他说人呢 成功之后呢 不可以因此看不起人的 所以呢 往往我们发现到 有很多人 他们可能很年轻 就成功了 尤其我们今天 做讲师这个行业 尤其疫情期间啊 有很多新冒出来的YouTuber也好 网上讲师都好呢 可能一瞬间就马上红了 但是人呢 不管我们从事什么行业都好 一旦我们红了 是否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心胸 一个心态呢 我还记得 马来西亚讲师会 讲师协会的会晤顾问 我们的张梦静老师呢 以前刚刚出道的时候 他跟我说 他觉得我是可以被教导的 是一个可能是朽木之才 所以呢 他那时候教导我很多东西 当我慢慢的在讲师协会 慢慢的成长 做到今天的总会长 然后也在很多企业界呢 讲很多这样的公司 他还是看到我之后呢 依然提醒我一句话 保持你那一种学习 谦别的心态 那么呢 你人生里面呢 将会有更多的贵人 我觉得我很感谢他 是是是 非常的棒哦 所以我们说啊 这个我们啊 一路走来啊 就是遇到很多 这个生命当中的贵人啊 我相信呢 书本本身 他也是可以让我们这个其中一个 学习成长 一个很重要 很直接的一个途径哦 因为毕竟一个人 他可以去写一本书 像成龙这样子 坦白说我们也接触不到他 我们不认识他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一本书 去了解他的人生 虽然里头的东西 它的真实性有多强 但是毕竟我们可以透过一个 这样子的一种的 我们讲说渠道 可以去看到一个人背后 他的心酸哦 那永远老师你觉得 我在你看这本书过后呢 应该是看到很多里头 就是说他拼搏啊 受伤啊之类的 那你觉得这个 一个人要成功啊 是不是要这样子啊 就是要让自己的全身伤啊 很勤劳啊 然后呢 要这样子的拼搏 才可以呢 这个我们讲 到达成龙这样子的境界呢 你觉得 当然啊 我们说今天要成功的话呢 不一定说真的是要受伤了 对不对 只不过是 人生真的要成功的话呢 往往我们觉得 付出是需要的 有很多人觉得 我们做讲师界的 是不是说 要撞到头破血流 才能够真正的去成功呢 那当然啊 我们我深信 敬毅老师也好 我本身都好 我们在讲师行业的都呆了 我看有接近20年了吧 我们都 有啊 所以你看这20年来呢 我们其实说 在从默默无名 慢慢去挣扎 甚至去到一些公司 去到一些机构呢 给人家看不起 甚至呢 原本答应了课程 可能因为我们的背景 没有这么理想 或者甚至符合不到对方 那也被退回来 这些我们都曾经经历过的 所以从成龙的故事里面呢 我们发现到说成龙他 因为那个时候 他要真正的说要成长 要成功的话呢 他只有跑武打这条路 因为他的能力就只有在武打方面 所以他真的生动到满身都伤 可以说身上每一根骨头呢 都几乎断过的那种情况 所以如果说我们以成龙这个故事 来看回去我们的人生的话呢 我们总觉得啦 人生如果真正要去成功 要去成长的话呢 毕竟一定要去经过一些心酸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说了 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 有很多人他们会觉得说 成功可以是很简单 我只要跟随成功者的步伐就可以了 各位就算我们跟着成功者的步伐 他的经验或许可以教会我们 可以说避免犯下一些严重的错误 但是呢 当我们去奋斗的单额呢 犯错是无可避免的 撞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来的 所以不要以为说 今天我只要跟着成功人的步伐 我一定能够成功 而且我不会失败 所以不要有这样子 有一种侥幸的一种心理 人生面对失败呢 其实是锻炼着我们自己的 就好像成龙这样子 他曾经有一两次的情况底下呢 是在拍戏的时候 差不多连命都没有了的 就好像最新的这一套戏 叫做极先锋嘛 原本是2020年的春节的影片 结果拖到去年尾 才真正的上瘾 这一套戏里头呢 他掉进水里 当然他这个故事是没有写入这本书了 这个是去年发生的事情 他掉入水里的时候呢 就是他在坐那一个快艇的时候呢 他掉入水里 他掉入水里的时候呢 大家都发现其他演员都上来了 除了成龙在里面 他足足在水里面呢 好像有50秒的时间了 所以呢 那个导演唐基里呢 是吓到已经哭了出来的了 他以为成龙就是这样子被淹死掉的 所以呢 成龙说我有降酒吗 我有在里面降酒吗 他起来之后呢 好像没什么事 其实这个你可以看到 成龙现在60多岁 他还是有这样子的心 他还是觉得人生的成功 一定要拼搏 所以我们今天 有没有看到他这种精神 就是觉得 不管他到了什么境界都好 他还是一样去拼搏 我还记得马来西亚前总会长啊 我们的颜亚生老师 他跟我说过 他那个时候我还记得 我们是在UV3啊 那个就是现在我们叫做Viva Home的地方 那时候因为颜老师有个习惯的 他出席会议 他是很早就到了 所以呢 我就特地早一点去看能不能够碰到他 结果去到现场呢 我就发现他一个人坐在Mamata那边喝杯茶 在等待开会的时间 所以我就坐下来就跟他聊了 那个时候我记得应该是2004年 如果没记错 还是2005年吧 那个时候 我坐下来跟他聊天的时候呢 他就跟我提及了 他就说 如果我们今天做讲师的 还没红之前 你一定要非常的拼 然后我问他 如果红了呢 他讲红了 你要更加的拼 那我就问他 叫颜老师 我这样子不是不用休息吗 他就说 谁叫你休息 讲师不讲课 还叫讲师吗 所以我记得颜老师呢 他是提及我们的后辈 不管如何都一定要拼搏 所以你看颜老师到今天 都依然很积极和大家分享 而上个星期 颜老师也跟马来西亚讲师结会 讲了一堂课 我们可以从讲师结会的脸书的专业里头 看回微波的 是的 对啊 那个永恒老师 你刚才说到的 这个我非常认同 其实很多人 他可能会不了解 就是比如说 我们看到很多成功的企业家 或者是说一些 非常有大成就的人 我们觉得说 他已经一大把年纪了 他还这么拼吗 其实呢 而且会甚至认为说 你生活需要这样辛苦吗 其实呢 我当你去到 这样一个这样子的境界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其实这些人 他到今天 他这么拼搏 他根本不觉得辛苦 他觉得 这个就是享受 这个就是我要的人生 而且我完全全 可以在有限的人生 去发挥无限的潜能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永恒老师 其实我们都相信 这个犹太人 犹太人是全球公认 最聪明的民族 而且呢 他们是非常注重教育 在他们的这个 我们看回去 为什么全球会公认犹太人呢 他们是这个最聪明的人 你看啊 犹太人在全球呢 他还算是最富有的一个民族 他们在这个美国啊 他们的这个 他们占据全球的人口呢 可能只是不到0.3% 但是呢 他们所 他们在美国呢 在这个百万富翁当中啊 犹太人呢 是占了三分之一 而且这个富布斯呢 美国这个富豪榜的前40名呢 这个犹太人呢 占了18名 所以你看呢 我们从这里呢 我们追根究底的话 你会发现到 为什么这个犹太人 他们可以这么厉害呢 其实他们的民族啊 在这个小朋友 年纪很小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呢 灌输他们这种 教育性的重要啊 而且他们呢 都相信知识呢 胜过金钱 因为他们觉得 金钱呢 你可以夺走 但是知识呢 你永远呢 是跟随我们的 所以呢 我们啊 就是说 非常这个鼓吹 所有马来西亚的公民 那你如果是很爱好学习的话 你要多点关注 我们马来西亚讲师协会 那如果你是 啊 这个啊 也是啊 你的职业 也是一名讲师的话呢 我们非常欢迎你呢 也成为我们马来西亚讲师协会的 一份子 那呃 永远老师可以 分享啊 一点点 您跟马来西亚讲师协会的 啊 是如何结缘的吗 OK 我其实呢 很早以前 应该是 我在读的大学 应该是2000年的时候 就是 讲师协会是在 1999年 3月12号成立 那么呢 在筹备讲师协会 由我们的创会会长 沈世向老师呢 是在1996年 就开始筹备了 经过三年时间 99年才正式成立 我2000年 2001年的时候呢 我就有听过 马来西亚讲师协会 但是那个时候呢 我还没有真正成为讲师的 我02年 我从大专出来之后呢 我就在一家公司里面 做内讯讲师 那个时候其实是 很有兴趣去参与 讲师协会的 因为毕竟我也听到 我的偶像啊 我的袁亚 袁亚生老师呢 他是在里头的 所以我很想接近他 哎 我有听过这样的协会 结果在03年 我就是辞职 回来之后呢 成立了自己的 那个训练机构之后呢 我就 想办法来接近 马来西亚讲师协会 04年 我就参与了 马来西亚讲师协会的 一些讲座会 那个时候 我们有一个叫做 激励充电讲座会的 就是每一个月 我会出版的 所以我去参加的时候呢 我就发现到 哎 因为讲师协会 原来有一个演讲比赛 就是全国极力演讲比赛 那个时候呢 我就觉得 这个演讲比赛 好像很不错 我其实从小到大 幼稚园 小学 中学 大学 我都不敢参加演讲比赛了 因为为什么呢 我很担心 站在台上那种感觉 但是当我在大学的时候呢 我从事了直销事业 我发现到说 原来站在台上 是有一种荣耀感 一种很分享的那种喜悦 所以我就当了讲师 所以那个时候 当接触讲师协会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这个比赛 我本身也是默默无名嘛 那个时候 我就问说 哎 我其实已经开始演讲了 我是否可以参加演讲比赛呢 当然那个时候的执行秘书说 可以啊 那严老师也跑过来 看到我们这些新人 有兴趣参加演讲比赛 他也鼓励我们说 参加吧 报名吧 那我就报名了 其实那个时候 我心想说 能够拿到十强就不错了 哪里知道不小心 就得了冠军 哇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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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的 在2005年就被推选为合格讲师 然后就06年就竞选成为中委 然后就从中委做到副总秘书 然后做了总秘书 大概6年的时间 然后呢 就在20...多少啊 2019年就成为了总会长 就是这样 厉害厉害厉害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之前很害怕上舞台的一个人 现在你们可能私下不了解勇刚老师 我们跟他是很熟很friend的哦 我们有时候跟他一起出国旅行的话呢 因为有时候我们出国旅行 一下飞机就玩得很累嘛 一上飞机呢 就想到要这个休息嘛 你千万不要坐在我们的这个勇刚老师的旁边 他会一直跟你讲话 一直跟你讲话 一直跟你讲话 然后没有停的 然后呢 就是口才了得 OK 你想休息都不能够休息哦 就是勇刚老师呢 给我那个我们一起出国 旅行的时候呢 一个这样子的印象哦 所以真的口才了得 所以任何的这个能力 都可以透过这个学习 培训然后提升哦 那其实呢 我们这个马来西亚讲师协会啊 我们也是一个非营利的组织哦 也希望说呢 这个各界人士可以多一点关注我们 然后呢 给我们更大的支持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有推广任何的活动的话呢 那也希望说呢 你们可以鼎力的支持我们 以及参与哦 那我们在来临的1月23号跟24号呢 其实是一个四天的活动呢 我们凝聚了32位的讲师呢 来举办一个叫做牛转乾坤哦 然后呢 一如反掌哦 一如反掌 哎 韦胜你给那个 那个 对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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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韦胜 韦胜 你放大我 OK 一如反掌 好 没事 可能上了厕所了吧 好 好 来 那个一如反掌哦 一如反掌 意思是疫情的意哦 就是 我相信啊 在这个疫情这么严峻的一个情况底下呢 我相信呃人其实呢 呃一个人的生命状态是很重要的 一个人如果他没有生命状态的话呢 他很他其实他根本不需要啊这个啊 让这个病毒去击败他 他自己呢 的思维就可以击败自己了 所以我们说这个人的思想呢 影响他的整个人的状态跟他的行为哦 那马来西亚讲的协会呢 我们在来临的1月23号跟24号 还有过了年的另外的两天 我们在决定呢 总共用四天的时间呢 每一天三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为大家呢 来举办一个研讨会呢 这个是zooming的研讨会 你是需要报名付费的哦 他的这个主题叫做 牛转乾坤 这个一如反掌 就是我们怎么很一如反掌的 在这种的严峻的啊 这种啊被疫情蔓延跟袭击的情况底下呢 我们可以去扭转我们的这个啊 命运哦 然后呢 是用很轻松的方式呢 去做到这件事情哦 那也希望说大家呢 可以呢 踊跃的报名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啊 这个把这个调号码记录下来 叫0192779322 0192779322呢 向我们的秘书处委身报名哦 或者是您可以去到我们的 马来西亚讲师协会的官方的网站呢 那里呢 去留言 然后联系我们啊 这这个秘书处 那就可以呢 报名来参与了 这样子 然后除此之外呢 对于这个马来西亚讲师啊 这个啊 对马来西亚所有保险行业的伙伴们呢 在这里呢 也顺道 那你们知道 那我们这个 即将来临的这个1月15号哦 我们邀请到一位 非常年轻 非常棒的一个 保险的一个精英哦 他名字叫做 Alan Lee哦 那么Alan Lee老师呢 他本身呢 非常的年轻哦 他做了三次的MDRT 以及一次的COT哦 而且呢 他本身啊 就是透过这种传承的方式呢 来史道桃的客户呢 向他投保 非常的棒哦 非常值得学习 所以大家呢 也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这个来临的15号呢 应该是晚上的时间吧 然后呢 来这个直播 来聆听这个我们的FB Live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 一直下去14天 每一天早上的10点 那我们都会呢 邀请马来下讲师协会 其中一个讲师呢 以半个小时到35分钟的时间呢 来为大家解读一本书 那今天非常开心 我们邀请到了马来下讲师协会的 现任总会长 刘永刚讲师呢 为我们先开第一场的 这个独一无二的导读会呢 也非常感恩呢 总会长 这个在帮忙中呢 这个抽空 来参与我们的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其实你也是我们一分子 OK 好 我讲得太客气了 对对对 那那个也希望说 这个在线上之爱学习的伙伴们呢 如果你喜欢 你喜欢我们这样子一个节目 喜欢我们的 这样子的FB Live呢 也希望你可以呢 踊跃的把我们的这个link呢 share出去 给更多的 爱好学习的伙伴们呢 可以迟到我们马来下讲师协会 那时间也差不多到了30分哦 那其实 永刚总会长啊 其实这个疫情的这个 息息下呢 真的带来 带来了这个 人们的很多很多的 这种的挑战和麻烦 其实我的女儿 她在读大学嘛 其实她 她的一个同学呢 是问来人 从去年三月多 这个我们封国之后呢 她就没有办法回了 她都一直呢 在她的这个 吉伦坡的宿舍里面 因为她是问来人嘛 她为什么不能回 因为问来也封国 对 那么她就一直呢 一个人在宿舍里面 待了整10个月 到她可以回的时候呢 她就回去问来 回去问来过后呢 要隔离14天嘛 隔离14天不久过后呢 我们这里又说开学了 然后呢 她又回来吉伦坡 她回来吉伦坡呢 又要隔离14天嘛 她隔离到 本来是今天隔离完了 结果呢 又MCO了 2.0了 所以呢 她自己呢 一个人现在还在酒店那边 哇 你说这个 这个疫情非常折腾人 我相信呢 很多很多的人呢 就是说 当你在面对困境的时候 其实你要去想 其实今天的这个疫情呢 它不只是你一个人去面对 所有的人都在面对 对这个我们讲 这种的挑战哦 所以我们还是要去 扭转我们的思维呢 更积极的去面对我们的人生 好 那永刚总会讲啊 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的导读会之前呢 你还有什么那个话要总结 和所有的这个线上的朋友做分享的吗 好 那最后这边呢 就以这一个成龙 他为什么从这本书里头呢 提及说 他其实他不用再拍戏了 他已经是亿万富豪了 但是他为什么一年还是坚持要拍两部片呢 因为他说他拍片的最主要原因 不是为了找更多的钱 而是为了他背后的一千个兄弟 他说一千个兄弟如果没拍片就没饭开 没饭开的话呢 可能有三到四千人就没饭吃了 因为他们的家人都等待这班兄弟去养啊 所以从这一个里头我们可以发现到说 一个成功者 他真正成功的 并不是说他只是一个人为成功 而是以他的团队照顾他的人为主的 我们今天讲师协会也抱着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今天讲师拥有的是可能知识 拥有的是口才 我们也通过了我们的FBLINE也好 或者日后我们有机会做线下课程都好 都希望把更多的知识技巧 能够传播给更多的人 所以刚才静益老师也呼吁大家了 如果说你觉得我们的视频里头有一些资讯 有一些资料是蛮好的话呢 欢迎你转发出去 给更多人去从中学习 我们一年十四天呢 可以说这个我们讲暂时是十四天吧 应该是说每一天我们都会进行 尤其早上这一个导读会 让大家可能在盲目的当额 没有时间看书的当额呢 有一位老师跟你分享书中里面的精髓 至少我们本身呢 能够通过这短短的一个三十分钟到三十五分钟里头的一个短视频呢 我们能够加强自己本身的一些知识 在整个疫情期间呢 千万不要停止学习 让我们本身呢 能够做得更好 做得更加的充实 是很重要的 所以2020年一眨眼已经过去了 到了2021年 我们千万不要放弃自己 省市虽然是说我们就讲 现在一开年了 就已经是MCO了 但是呢不管怎么样都好 设定我们本身的目标 持续去行动 不断学习 人生就能够真正的成长了 是啊 对永恒老师 你提到这一点呢 我昨天还在网上看到一个笑话 他说我们马来西亚政府呢 它已经有进步了 因为去年一开年了 要拖到三月多才on这个MCO 哇 今年一月多就onMCO了 喂 政府有进步了 OK 一年三才拖就MCO 现在三千多才MCO了 有进步了 有进步了 所以至于那些 住在吉人坡 雪兰俄州 还有柔佛州 槟城州 还有沙巴的这个伙伴们呢 你们真的要乖一点 待在家里头 OK 然后呢 那么至于那些有出门的 记得要除了戴口罩 记得要戴这个眼罩 还有记得要多这个洗手跟杀菌 这个非常重要 那我们说啊 这个一年复始啊 万象更新啊 刚刚受总的这个鼠年呢 又迎来了这个新丑牛年哦 那我相信呢 虽然这个去年 我们都几乎在这个 课题话题 这个只要你坐下来 在咖啡店聊天喝场 那个话题都是离不开疫情哦 而且现在还说 这个英国的变种的病毒 已经进来马来西亚了 哇 所以我爸们 所有的这个 马来西亚的公民们呢 我们真的要齐心哦 就是没有什么事情的话呢 真的不要出街 我昨天下去吉林坡 在我的这个女儿的时候呢 我还看到很多的那个 就是人民呢 还带到小朋友去逛街啊 其实真的 我们一定要去 当你去保护自己的时候 你就在保护你的家人哦 我觉得说大家这个时候忍耐一下 14天 我们一起牵手 我心连心的渡过这个难关哦 好 最后呢 我们的这个节目也到了尾声 非常开心 所有线上热爱学习的伙伴们呢 来参与我们今天第一场的这个导读会 叫做独一无二哦 独一无二 哇 这个导读会呢 那我们接下来呢 会有更多更多很棒的讲师呢 会上来给我们 每一天分享一本书哦 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 马来西亚师协会的官方网站 那到这里呢 祝大家这个身体健康 这个新年快乐 万事吉祥 风生水起哦 还有这个飞黄腾达 最重要就是 一定要照顾自己的身体 还有照顾自己的家人 好 我们的节目也到了尾声 到最后呢 员刚主会长 能不能讲一句 过年的祝福语呢 我们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祝大家 最重要是身体健康 尤其是这个疫情期间 所以如果我们本身 能够让自己本身强健起来了 我们就必须要拼搏下去 他们说 鼠年我们真的活得像老鼠 因为呢 要躲在家里 见到人要跑 没有东西吃了 就跑去外面找东西吃 今年是牛年 我们要做到好像牛一样 那么的努力 那么的只有 今年像牛一样的努力呢 我们在虎年 就能够虎虎身为了 祝福大家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 好 感恩我们今天的嘉宾 永刚总会长 那我们的节目呢 也到此结束了 我们明天记得 10点要准时呢 守住我们 马来西亚语学院的 FV官方网站 我们的这个直播 谢谢大家 感恩 拜拜 明天10点见 祝福大家 明天10点